这个赐给我 应该讲起来就是地藏王菩萨把那个福分他本身赐给我 刁难爱尊以后 地藏王菩萨把很多的福分赐给我 我自己本身觉得是这样子 得到地藏王菩萨本身的福分 另外那一段日子有一段日子 我跟地藏王菩萨形影不离 形影不离 我很喜欢地藏王菩萨 因为我很喜欢度这个幽灵的众生 有一段日子 我基于也跟所有的幽灵的众生一样在一起 一样在一起 我觉得地狱也是需要度化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自己觉得跟地藏王菩萨好像 我不能讲说 他跟我是brother 跟兄弟一样 兄弟 is my brother 我不能这样子讲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跟讲说地藏王菩萨是你的brother 但是我是这样子想 我说亲的跟兄弟一样 亲的跟兄弟一样 所以我会讲 这个地藏王菩萨的本愿功德经不可 因为这个 你看地藏经 地藏王菩萨 我第一个叼的就是地藏菩萨 也是他试福给我的 还有一点 以前我专注在地藏王菩萨的时候 我在台湾有做超度法会 做超度 我们的超度法会非常敏感的 很临 临到什么程度呢 临到叫做阴阳会 阴阳会 就是你来我这里超度 我一定要你看到你自己的主线 那时候可以这样子 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能呢 可能我们场面太大 以前我每一次做超度的时候 才几个人 十几个人 在这个台中 这个 例行度39号 那个合作新春 做超度的时候 每一次超度法会 才十几个人参加 每一次都一定有奇迹的 甚至在这个净化路 337项 7号 做超度的时候 都有这个 好像就是 让所有来参加超度的这些人 通通能够感受到 他们本身呢 跟这个阴间的人会 这个是很玄妙的 像在这个立行路的时候 那个圆皇旁边有一个 永龙食品行 那个老的那个老板娘 因为老的男板娘 现在已经过世了 已经过世了 他去看他的儿子 我在超度当中 他就看到地教王菩萨 那旁边有一个人 那个地教王菩萨 就跟那个人讲 说这个 在这里 这个人就是你的母亲 那么这个 他当儿子的就走出来 去抱走他的母亲 两个人抱着哭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现象 永龙食品行的老板娘 老的那个老板娘 去抱走他的儿子 两个人当时在超度法会的时候 我在超度的时候 他就在那边流眼泪 就在叫他儿子的名字 就手这样抱着 两个人抱着这样子哭 这是母子会 我们当时看了 很多人看了 很感动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老的老板娘 他看到亲眼看到自己 死气的儿子 跟他抱着这样子哭 而且他能讲话 对话 这个是现场的 这个都是现场的 这个不是说 随便去 印象很深 我印象特别的深 因为很多很多这种现象 另外呢 在立行路的时候 我们做超度 那个有一条桥 阳间的人在一边 阴间的人在一边 他看到他的亲人 都在桥的那一边 那么互相招手 互相喊话 互相招手 互相喊话 当时的这种现象 就是对着那个那一边 地藏王菩萨那一边 一直在喊话 那一直在讲 在进化路那边超度的那种现象 非常有意思的 很有意义的 但是这种现象 在美国怎么会没有 我认为 不是说 这个些幽灵要坐飞机过来 或者是要坐船过来 而是我们场面现在太大 场面也有感应的 也是一样会有感应的 但是我们现在超度的场面太大 以前我每一次超度 都要叫人家 你要 安静的精神 专一的去入定 去冥想你的亲人 去观想你的亲人 然后你必须要还要去求 求地藏王菩萨 希望把地藏王菩萨带我的亲人 让我在禅定的时候 能够看到我的亲人 这个都可以会命的 可以见得到的 可以办得到的 这个法力 我们这个超度的法力很大的 都可以让它显现出来 所以当时的这个地藏王菩萨 帮助师尊很多 师尊本身来讲 到了这个地藏王菩萨那里 下生的时候到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还特别派来一个特别的侍者 他跟着师尊 跟着我 他附在我身上的一个地方 在我身体的当中 有他的一个记号 这地藏王菩萨派来一个使则 然后这个使则就化身 进入我的身体里面 在我身体的皮肤的当中 产生一个记号出来 这是他的面孔就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那么放在那里 就一辈子他是跟着我的